歡迎收看東京走橋 我是偉恩 我們今天的企劃是快閃東京48小時 我們48小時的時間是用飛機落地跟起飛的時間下去算的 我們今天飛機落地的時間是11點半 因為我們今天住在吉祥寺東吉雷雲Hotel 所以我們人現在在吉祥寺 準備要出發前往我們的第一站元宿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差不多2點半 然後我們已經來到元宿車站了 那我們第一站要先去吃午餐 我目前排定的午餐是阿福利 阿福利的話就是從車站的竹下口 竹下通的方向出來之後 往這裡走 然後只要走個3分鐘就可以到了 感覺是有排 但不知道排得多不多 阿福利拉麵在觀光客之間有著高人氣 因為它的柚子鹽味拉麵 湯頭清淡中帶有柚子的清香以及雞湯的風味 不是印象中的濃郁系拉麵 對於大眾以及西方人來說可能接受度更高 這次形成的餐點 刻意安排了接受度高 味道偏大眾的屬性 適合初心者參考 那我們吃完我們的第一餐阿福利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會往元宿車站的方向走 然後我想去找一個甜點叫做I'm Donut 然後也是蠻有名的甜甜圈 然後走路它就在車站旁邊 大概5分鐘就到了 殘念今天已經賣完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逛元宿這一帶吧 那我們今天的路線也是蠻精簡的 首先帶大家從元宿車站這邊啊 一過來到對面 這邊有一家超大的松本清 然後在它的隔壁呢 有一家atcosme的算是旗艦店吧 然後這家是真的蠻大的 裡面的東西啊 它的樣式非常多非常齊全 然後它還有一個排行榜蠻酷 帶大家去看一下 然後一進來這邊啊 有一個化妝品的排行榜 然後這邊又會有 大家不同的人推薦的 你看從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很像以前那種部落格吧 或者說網站 可是把它做成實體 然後它隔壁 馬上就可以連接到這一棟叫 WITH HARAJUKU 然後可以看到它這邊有IKEA 然後UNIQLO 然後它還有一個小小的 展望台 帶大家去看一下 三樓這邊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小小的平台 然後可以在這邊看到 原宿車站的風景 因為我們要在48個小時玩完 東京的9加1個大的景點 所以呢 我基本上都會用走馬看滑的形態啦 那我們接下來的散步路線 算是順順的在這附近 繞一圈 我們就從原宿車站竹下口的對面呢 直接走進竹下通 帶大家來看看 竹下通這邊的年齡層啊 算是非常的小 可能就是相當於台灣的 maybe國小 國中生 高中生 都會到這邊來逛 然後它這邊流行的東西的話就是 真的是偏蠻少女的 然後可以從它那個店鋪那種很繽紛可愛的感覺 就可以看出來 那其實這邊觀光客真的也是很多啦 因為這邊我覺得它整個氛圍 很能夠代表 就是大家心目中 日本那種 Kawaii文化的感覺這樣 然後這家棉花糖店 我記得好像還蠻有名的 然後竹下通這邊其實 這條街短短的 應該散步的話 十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完了 那我們今天的散步路線呢 會從竹下通 這一頭出來之後 往這個方向走 就可以前往表餐道 這一棟 Love for Rat 也是裡面有蠻多女裝可以逛的 像我朋友路蔣本身就 還蠻喜歡在這一棟買衣服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要散步到 這一間新開的建築物去看看 好我們現在來到它那個屋外的那個 庭園的地方啦 好可以看到這邊 今天新幾天人差好幾多 然後從這裡呢 然後從這裡呢 可以看到 原本 對面的那個 Toku Plaza 然後這兩棟 都是同屬於 冬極的商業設施 因為這個開幕沒有很久 所以還蠻夯的 再加上今天是禮拜天 所以真的是蠻熱的 所以真的是蠻熱的 嗨大家 我們剛剛 繞了一圈之後呢 現在來到了明治神宮啦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這個行程大家 如果真的不小心 如果已經有人想要follow的話 那就是腳程要記得走快一點 明治神宮裡面的這個大鳥區呢 它的木頭是來自於台灣的 我們大概快步走了15分鐘 現在來到了明治神宮本店 要參拜的地方啦 因為我們這次走的是快閃行程 所以呢 像是 可能參拜啊 抽籤之類的 就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啦 主要就是 想要快速的 在兩天內 把中間的大景點盡可能的走完 好 我們比預訂時間晚了10分鐘 現在來到了貓街的入口啦 在這個Rough Lauren 然後Journal Stand的對面 過一個馬路 這裡 這個一樓有 MM的 這條路就是貓街的入口啦 其實老實說我個人的話 比較喜歡貓街這邊的氛圍 因為它就是從剛剛那個巷子轉介來嘛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人 明顯的 有稍微少一點 我覺得就是巷子的氛圍 感覺比較輕鬆 然後也比較愜意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有蠻多不一樣的品牌 然後一間一間小店 然後包含戶外用品啊 然後或者是像現在看到有一些 精品啊 飾品啊 運動品牌其實都有 然後這邊我覺得是一個 真的還蠻好逛的地方 但前提當然是你要有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比較偏向是 欸!我有來貓街走過 打卡的一個感覺啦 這邊的店都是像這樣獨立一間 然後空間比較大 我就覺得逛起來會比較舒服 這個Patagonia 也是自己一大間 而且長得還蠻漂亮 因為太久沒拍片了 所以呢 走了 才走了幾個小時 就覺得有點累 所以剛剛呢 就在貓街的這個 一涼可樂這邊 直接進去內用 喝個可樂休息一下 然後我個人真的是蠻推薦這個 一涼可樂的 因為它真的跟 就是可口可樂喝起來很不一樣 然後因為它是有加了 會包 反正就加了一些中藥材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喝起來 就是很香 然後真的蠻爽的 推薦大家 來不管你 是不是走48小時 行程啦 有來澀谷貓街的話 都可以喝一下 我們喝完一涼可樂之後 走出來呢 其實就差不多貓街要走完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馬路鏡頭這邊 有一種建築物 這個呢就是澀谷公下公園 我們現在來到公下公園啦 那它是一個複合的商業設施 然後樓上有公園 然後可以看到一樓其實有蠻多精品的 像LV啊 Gucci Balenciaga Prada 然後還有一個不知道的炒牌 滿多人在排隊 然後二三樓呢就是有一些什麼 飲食區啊 然後反正有東西可以逛啦 這家是鮑勃的愛牌 戶外品牌的And Wonder 它應該有 知道在影片裡出現很多衣服都是這家的 路邊這邊也可以這邊坐著 Chill 看澀谷的街景 聊天 喝東西吃東西 其實樓上這邊真的沒有特別有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神秘的屋頂的公園 可以這麼說 但是 存如大家所看到 禮拜天這邊還是超多人在 這個甲草皮 或者是真草皮上面 狂Chill 所以 就覺得這個地方很Local啦 就是 真的是當地人會來的地方 我們換完公下公園之後呢 下一站的目標就是要來 Shibiya Scramble Square樓上看 澀谷的夜景 那因為行程安排的關係呢 我本人就不上去啦 以下呢就放一下空景 然後還有買票注意事項的結束啦 第一站來到澀谷的 Shibiya Scramble觀景台 在Shibiya Sky 這邊的門票一張是2000元的日幣 那它有指定可以上去的時間段喔 這是我目前為止體驗過整個整體的 體驗最棒的地方 從剛剛上來的那個電梯的動畫 然後到它那個整個建築物 然後那個光線線條的設計等等 超讚 那我的後方呢是六股 然後可以看到東京鐵亞住在後面的路 這邊除了觀景台之外啊 我後方還有燈光秀 這就是著名的澀谷十字路口 從Shibiya Sky往下看的感覺啦 這邊跟六本木之丑都一樣 屬於室外的展望台 但我覺得這邊比六本木之丑 再好一點點的地方 是它的活動空間比較大 然後大家可以到處走到處拍 我們離開澀谷之後呢 下一站來到林靜的新宿啦 三手線做兩站就到了 那我們現在表定的時間呢 是晚上七點 我們還沒有要吃晚餐 因為呢這邊的百貨大概 八點左右就逛了 所以我們這一站呢 就要安排首先來逛街啦 那因為我們逛街的時間 其實也是滿有限的 這邊呢就直接跟大家推薦一下啦 像Lumine的二館呢 就是主打二十五到三十歲 比較年輕女性的潮流女裝 然後Lumine的一館呢 是主打三十到三十五的高級女裝 然後這邊有一間 Miroto 然後是小天級的 它也是有不少潮流的女裝 所以呢 光是新宿車站出來 這邊就有三家 百貨 可以逛啦 那大家記得齁 這個Lumine系列呢 是在新宿車站的南口出來 或者大家呢也可以從JR的新南口出來之後 正對面的左手邊 就來到了高島屋時代廣場啦 那高島屋時代廣場這邊的特色呢 就是第一個是它 是一整棟完整的百貨公司 就是基本上你想到的品牌都有 那這邊的精品呢 也還滿多家的 就是像什麼愛馬仕啊 Gucci啊那種 大的品牌都有 然後它的第二個特色呢 就是有滿多家專門店 像是這個UNIQLO啊 然後 全日本最大的HENS 就是台隆首創館 也是有一整棟 然後另外呢 這邊也還有獨立的宜德利 好幾樓 如果做到新宿車站的東口出來的話 這一側有一家Lumine的ESTO 然後這間呢 比較好逛 它是有很多少女 尤其是二三樓啊 很多少女的服飾啊 飾品 雜貨等等的 然後B1呢也有HARPS 就是在台灣流行的 好吃的水果千層蛋糕店 新宿伊士丹是日本營業最高的百貨公司 它的年齡取向呢 是屬於親手女的年齡層 另外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B1的美食區啊 非常的大 然後裡面東西種類非常的多 比方說像是伴手禮啊 手食啊蛋糕等等 集結了非常多的品牌 我們在新宿逛完街之後呢 表定的行程是晚上的8點 那我找來兩家 晚上8點還有開的餐廳給大家參考 第一家就是這家Southern Terrace的 Shake Shack 也就是我今天晚上自己個人私心配合要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新宿有一家豐雲兒的沾麵 它有開到9點半 然後Last Order是9點 所以這兩家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來自紐約的超人氣漢堡Shake Shack 雖然是連鎖店 但是品質真的很讚 我都點Smoke Shack 肉排多汁夠味又不膩 外加煙燻培根以及特製辣醬 一口咬下去連麵包都飽滿不甘口 它的Cheese Fries一定要點點看 六年前第一次吃到現在 每次都還是會忍不住來吃 我們吃飽飯之後呢 看每個人吃飯的速度不同 可能8點半左右 然後接下來呢帶大家去夜晚的新宿 還能夠再逛的最後一個地方 那就是歌舞伎丁附近 然後包含唐吉克德是24小時營業的啦 最後我們來到了歌舞伎丁附近 這邊呢有一家24小時營業的唐吉克德 如果你還有體力的話 其實隨便你要怎麼逛都可以 或者還有力氣的話也可以來歌舞伎丁附近 翻街這邊看看 不過晚上的時候過來的話要小心 因為這邊畢竟還是也算是 聲色場所啦 雖然說沒有到很危險 基本上大家就是保持在路上走 然後不要真的很晚的時候 應該就沒有太多的問題啦 好我們回到飯店準備要休息囉 那講到飯店呢首先就要感謝 玩mazing 完美型贊助本支影片 耶~~ 好 那我要來推薦大家一個日本訂房的優惠活動 幫各位呢省一些旅費下來買東西 東極鐵鬥集團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吧 他們現在推出了 東極次吉次吉乘以完美型的限時活動 只要購買方案 就可以用優惠價格入住全日本140間合作飯店 方案從兩碗到五碗都有 選擇五碗的話 最便宜一人一碗只要7300日元 甚至可以住到東京都心 或者京都大阪鬧區的飯店喔 概念很簡單 大家想像成旅展的住宿券就對了 首先透過活動網站去註冊會員 連結放在影片資訊欄 過程都有中文不用擔心看不懂 進去之後可以看到很多地區的住宿 基本上全日本都有飯店可以選擇 這也是想要推薦給東楷觀眾的原因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觀眾 應該是全日本都走透透了吧 點擊你想去的區域之後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飯店清單啦 接下來就是重要的時刻了 既然是旅遊券的概念 選擇什麼飯店以及什麼時段 就變得很重要了 因為會影響價格嘛 首先選擇自己想預訂的飯店 點擊確認預訂空房之後 就可以看到有空房的時段 只要依照自己行程的天數區域 去選適合的優惠飯店就可以啦 比方說 東極State银座 6月7號到6月9號住兩晚 同時其最便宜的住房網站 也要10900台幣 用次期次期的兩晚方案 只要約7200台幣 直接現轉3000台幣 這樣的價格 在東京都心的東銀座站 住兩晚 而且還包含週五跟週六 以現在的東京住住費用來說 真的蠻便宜的 或者像是東極京都大飯店 6月21到6月23住兩晚 也有差不多的價差優惠 而且以上的方案 最多可以兩人入住 評分之後 一人一晚不到2000台幣 預訂完之後 在你入住的三天前都可以取消 就算臨時有更好的房間 或者想要調整行程跟住宿的區域 也能夠保留一定的彈性 不過經購買的方案就不能退廢了 所以記得啊 在確認有想要預訂的空房之後 再來付費買方案 才不會訂不到房間喔 而且 東極系列的飯店很多都有複習脫紅 對於商務 長時間旅行 或者單純愛乾淨的朋友來說 是很棒的服務 另外 利用次機次機訂房 還有下午2點提早入住 12點延後退房的優惠 等於是變相的賺到住房時間 又有更划算的感覺 運用得當的話 真的是訂越多神越多 有任何問題也請恰完美型客服 才可以得到最即時最正確的回覆 活動到7月底 要來日本旅遊的人 趕快去資訊欄看看 我們這次住了吉祥寺東極類的飯店 因為呢 比較一般的商務飯店 所以就不特別介紹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典型的東京的商務飯店 廁所也就是正常的大小 太久沒拍片的關係 我真的超累 我要來睡覺了 明天的行程再見 掰掰 嗨 嗨 大家早 歡迎來到第二天的行程啦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 是重頭戲 因為有非常多地方要去 好 我們的第一站呢 要去淺草的 Hellicon Cafe吃早餐 好 我們剛剛抽了號碼牌 是35號 不愧是東京熱門的餐廳 怎麼樣都一定要排隊的 因為我們排隊感覺 可能要超過快一個小時 所以呢 我決定就先直接前往我們的第一站 淺草寺 然後參拜回來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 有效的利用這個等待的時間啦 我們大概走15分鐘左右 然後現在就來到淺草寺啦 那我還是幫沒有來過人講解一下 這個商店街呢 其實就是 什麼東西都有賣 還蠻觀光的 還蠻觀光的 然後包含像這家冰淇淋 我自己也蠻有名的 然後它有一些很觀光的 紀念品類的啊 這家炸饅頭 也還蠻有名的 它就在已經要抵達 小舟丁燈籠的地方啦 然後淺草寺它這邊抽的那個 浴神籤 我們一個機還蠻有名的 然後抽籤的方式很簡單 你就是投100塊進去 然後呢 塞一個籤出來 再解籤絲就可以啦 那除了剛剛的收籤之外啊 大家也可以來這邊買 算是在日本餐牌必買的一些 像是御守等等的 然後御守因為它會有分很多不同的 像是你要投學業啊 健康啊 安產啊 大家可以買自己覺得 想要求的 不同的方向的 算是復生服 那你前面都玩完之後呢 就可以到中間這一段 過個香 然後就可以到本店參拜啦 我們淺草寺大概只花了十分鐘 快速的參觀完畢之後呢 我們的那個咖啡也快要叫號到啦 那因為我們今天還是快省四十八小時嘛 所以呢 就這樣子 每個經驗都 咻咻咻咻的 快速的給它 有參觀到就好啦 那我們來去吃早餐吧 它的那個吐司set 長得超可愛的 它的吐司口感還蠻紮實的 然後外面烤的也蠻脆的 還蠻好吃的喔 我們吃完早餐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前往上野公園 我們來到了上野站啦 根據我們的快閃四十八小時法則 上野這一站的重點安排了兩個 第一個就是在上野公園這邊呢 我們快速的走一圈 也因為這一次的行程啊 是快閃的關係 所以我把重點都比較放在 算是那種景觀類的 比如說像公園啦 寺廟的參拜啊 我們在前往噴水池的路上啊 也可以帶大家經過一下上野大佛 這邊主要是考生可以來求 考試合格的地方 然後上野大佛 剛剛看到它只剩下它的臉部 那主要是因為 那個原始的大佛在 在戰爭期間啊 它的臉部以下的部分 被拿去金屬熔掉 然後去做武器的部件 那只殘留下這個臉部 目前拿出來就是當作供奉 我們大概散步了十五分鐘 現在來到了 上野公園噴水池廣場這邊啦 那左邊一樣是很夯的星巴克 然後通常這個噴水池前廣場啊 都會有不同的期間限定的活動 有時候是台灣祭 然後有時候是一些攤販啊吃的 那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就是在賣 陶器的一個市集 啊不是很陶器啊 是陶製品的那個陶器 然後你看它是23到28期間限定 看起來是有來自就是日本各地的陶器 這樣子 還蠻幸運的 我們就剛好進來逛一圈 走到噴水池那邊 就可以離開上野公園啦 像這個就是琉球的 哇其實像我個人還蠻喜歡就是 日本的各種陶器啊餐具 我自己家裡就還蠻多的 我們經過陶器市集之後呢 就會來到上野公園的盡頭的噴水池廣場啦 我們從上野公園逛完之後呢 走下來到對面 就是阿美橫丁啦 那因為到秋葉原的路上其實也算順 所以我們就經過阿美橫丁散步到秋葉原 這裡一樣幫初心者們科普一下 阿美橫丁就是在上野這邊 一個很有名然後還有很多藥妝店 從頭走到尾應該有個七八家吧 然後號稱是算蠻便宜 最便宜的地方之一這樣 然後這裡其實有點像蔡奇啊 所以它也有很多乾貨啦 蔬果啦 有的沒有東西可以掛 嗯? 接下來的路線也是推薦大家用散步的 跟昨天阿 原宿的那個區塊一樣 我們從上野公園的那個 剛剛出口的方向出來 直直的走 我們就往這邊 一直走 大概十五分鐘 就會到秋葉原啦 其實東京有很多地方阿 像我們昨天的那個 原宿到澀谷走貓街 然後或者像今天的這個 上野散步到秋葉原 都是我覺得用走路來玩 會是最舒服的方法 在我們前往秋葉原的路上 會經過一家親子洞專門店 趕快吃 耶!吃飽囉 這家真的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親子丼 然後簡單分享一下心得 這家在食べ錄子上有3.77分 算是還蠻高的 然後它親子丼好吃的地方就在於 我今天點的是上親子丼 然後是一千五百塊 它的雞肉阿 不管是雞胸肉或是雞腿的怕 都完全不柴 那有一點點的口感 然後吃起來非常的水嫩 然後再來就是蛋 它的蛋阿 非常的香甜 然後而且呢 親子丼的蛋 因為會分兩次煮 所以第一次下去的蛋 就是會有比較熟 比較香的味道 那第二次的蛋呢 就會比較生 比較甜 然後比較滑嫩的口感 然後我覺得它的飯也很好吃 所以你一口吃下去 就會有醬 然後會有蛋的香甜 然後會有雞肉的味道 然後飯也很好吃 然後總之 它就是一碗非常好吃的親子丼 然後大推給大家 然後另外它每天會有 20份限量的特上親子丼 然後今天已經賣完了 下次想跟Bob一起來 吃吃看它的特上親子丼 那我們吃飽飯之後再走出來 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已經來到了秋葉原的範圍啦 這邊的話是 民作縣的莫廣町站 那我們剛剛一路是從這條 都到437 也就是在秋葉原這邊 是中央通 從上野的方向 然後一路走過來 覺得這條這樣走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散步路線 然後這邊就可以感觸得到 秋葉原的氣息啦 在柏多豐龍拉麵隔壁的巷子裡面 有一家 加加坡會館 然後這裡面呢 就是專門賣牛蛋的專門店 它裡面全部都是牛蛋 其實秋葉原工是中央通就蠻好逛 兩側有很多店 這邊有一家很大的 唐吉科德 這邊的公仔專賣店也蠻多的 在唐吉科德隔壁隔壁的這家 Animate 它其實我記得 每一樓都有不一樣動漫相關的東西 它有一些什麼 舊的遊戲 舊的卡帶啊 反正就是也還蠻好逛 然後隔壁這一家 是連鎖的 Taito Station 然後它就是裡面有很多夾娃娃 然後也有大型的街機 然後在隔壁 就是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 日本兩大電器連鎖店之一的 Big Camera 那我個人來這裡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是狂加娃娃啦 就可能 剛剛的東西就是介紹給各位參考 那大家看到這個GIGO跟松本清之後往左邊走 就會到秋葉原的JR車站 好的 這站我們有安排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你各位如果想要去女僕咖啡的 我個人覺得應該時間是夠的 這面牆太可愛了吧 好宅啊 這家秋葉原車站一出來的NAMCO 也是我蠻愛夾娃娃的地方 沒夾到 嘟嘟 嘟嘟 我們現在來到了銀座中央通 這個經典的入口啦 就是可以看到 三月百貨 那我們在這一站呢 設定的時間是三點半到五點 中央通上這邊就還蠻好逛的 像這邊有一整棟的GU GU往Ginza 6的方向走 大概一分鐘就有一個全棟的UNIQLO 這邊精品店也很多 像Ginza 6就有Dior、Celine 然後再過去有Valentino 除了剛剛那兩家比較大的專門旗艦店啊 銀座這邊還有一家大型無印良品 它這邊有麵包店 有無印良品食堂 好幾層樓之外呢 樓上還有無印良品的Hotel 所以總結一下 銀座這邊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在中央通上面逛各式各樣的精品店 然後或者是可以逛我剛剛講的UNIQLO啊 然後GU 然後或者是無印良品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時間很多或逛很快的話 你全部都要逛 也是沒有問題的啦 我們從銀座 座丸之內線一站 來到了東京車站 我們接下來的行程呢 就是從五點逛一個小時的東京車站地下的一番街 逛到六點 那不管大家是從哪裡出來呢 反正記得往八重周口的方向走 應該就可以在地底下遇到 東京車站的一番街啦 它這邊的標示也很清楚 就你看B1 一樓二樓哪些吃的都寫在上面 所以可以直接從這邊看 然後走到你想要去的樓層 好那我們現在剛好逛到的區域呢 是那個Character Street 也就是動漫角色的區域啦 像這裡就有現在最夯的那個吉卡蛙 然後可以看到已經整個超級大排隊 然後還有我每次都要講我弟最愛的 懶熊商店 這裡有一整區的Kamenlaida 應該是假面騎士吧 中文翻譯 這一區是Holkymon Store 這裡有爆量的皮卡丘 大量發生中 它這個地板還蠻貼心的 有幫你貼說哪一個區塊要往哪邊走 所以就比較容易找方向 然後這一區呢 我們就進到了半熟裡區域了 這邊的Tokyo Banana 是直接一整家超大的商店 然後像它的和果子區域啊 就是一整間就有一點像那種紀念品專賣店的感覺 然後我們接下來這一區就是日本美食 那它就有來自日本各地 比如說北海道啊 仙台啊等等地方的特場 這個就是賣仙台牛舌 然後我們緊連著剛剛的日本美食區域呢 是東京的拉麵街啦 拉麵街這邊可以看到還有寫名店在東京集合 總共有八家包含班舊革新家花道安六里社等等的 我們現在來到車站一樓的Gift Palette 半熟裡的區域 然後一樓都有指標所以不會太難找 我覺得東京車站一番街好的地方就是 它把很多名店啊或者是半熟裡拉麵啊 動漫等等全部都幫你集中在東京車站這一個兩三層樓的區域 然後又很密集所以就 會很好逛又很方便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們推薦哪些伴手禮的話 可以另外到頻道裡面去搜尋東京伴手禮的開箱 因為裡面我們就在這個區域開了蠻多款 我們自己覺得好吃的 我們逛完東京車站的地下一番街之後的時間呢 表定是六點 那我們現在在東京車站的丸之內口的這一側 然後我們要走到新丸之內大榮的附近去吃我們今天的晚餐 大家都來到東京車站啦 記得在這個丸之內口的正面跟東京車站拍張照片喔 Katsuki-ji也是推薦給新手的炸豬排店 雖然是在商場中的連鎖餐廳 但是品質很高 這家分店食べ樂具有3.7分 豬排外脆內軟 肉汁會整個溢出來 沒有什麼腥臭味 整份吃完也不膩 雖然2500到3000的價格偏貴 但位置便利用餐環境也很棒 還是推薦給大家 我們吃完超滿足的Katsuki-ji炸豬排晚餐 我們都已經在新丸之內大樓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到外面的那個露台陽台去看一下東京車站的夜景 新丸之內大樓的7樓有一個戶外的空間 在這邊出來是可以看到東京車站 那除了這一側之外呢 我們等一下也會帶大家到另外一個叫做Kitei的大樓 那邊也可以看得到另外一個角度的東京車站的風景 Kitei大樓呢 就在東京車站正面對它的右手邊 這一棟就是啦 然後這個地方是拍婚紗照的熱門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有超多主行人在這邊 等待拍照中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再晚一點的東京車站的風貌 感覺不太一樣 我們在東京車站的行程 就這樣結束啦 表定時間是7點半 我們現在要從東京車站 前往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 東京鐵塔 我們行程的最後一站呢 來到了深谷丁 然後我們從日比古縣深谷丁的1號出口出來 然後往東京鐵塔的方向走 我會把這個行程排在最後 也是因為我覺得東京鐵塔的話 其實 就算很晚過去 因為它晚上會點燈嘛 那你一樣可以拍照欣賞到它的外貌 那你也不一定要燈塔 因為我們的展望台已經安排在Shipia Sky 所以才會把它安排在比較晚上 就算店家都關了之後再去也沒關係 一路走這個有點累的上坡 到了這個路口之後 往左邊走 我發現8點其實是非常夯的時間 基本上還有校外教學 畢業旅行之類人超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燈塔的人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點你也可以選擇燈塔 好那我們就上以前燈塔的空景 咻 那我們燈塔完之後 接下來的行程呢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走另外一頭 前往枝公園的方向 讓大家看一下不同角度的感覺 我覺得走下來啊 在這個深夜神社旁邊 街道的景色 然後搭配樹再往上拍 不能覺得這邊拍起來應該是最好看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就算很上8點其實還是有不少人在這裡拍東京鐵塔的照片 影片 那我們的行程就在這邊 8點半 出發為吉祥寺 結束啦 回到吉祥寺 想回飯店啦 現在晚上9點40 然後發現吉祥寺這邊啊 超熱鬧 可能因為這邊是一個熱門住宅區的關係吧 很多人在回家 然後還有你看 居酒屋都還有很多人 距離我們飯店走路3-4分鐘的地方呢 就有一家湯吉科德 然後因為它有開到凌晨4點 所以呢 如果有來這邊住的人啊 晚上可以再逛一下這個湯吉科德再回去囉 我們今天的行程到這邊就結束啦 那原則上明天中午就要搭飛機回去 但是我們明天早上還有一點小小的行程 然後呢 在機場還會有一個小驚喜給大家 然後記得要看到最後喔 嗨 大家好 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啦 那我們今天是搭乘12點40的飛機 所以大概就要兩個小時提早到機場 那我們今天的設定呢 是早上8點check out 那我們就到吉祥寺的景之頭恩次公園 這邊有一家原天夜咖啡 我們來現在簡單的吃個早餐之後呢 然後再到公園裡面走走晃晃 我們吃完早餐啦 好 其實我原本預計呢 是要直接到公園裡面走走晃晃 然後拍一些風景 但是因為今天的天氣真的比較差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播放一些天氣好的時候的空景給大家看 因為快閃的行程很緊湊 最後要來推薦可以省下更多時間觀光 直接在機場取貨的完美型購物 來看看怎麼使用吧 抵達機場後 那大家要記得先不要處站 直接到二樓的入境大廳先去取貨 那當然這是給在羽田機場出入的人參考 如果你是去成田或去日本 國內其他有完美型購物配合的機場的話呢 我們就要自己找其他的資訊啦 我們從那個手扶梯一下來就可以看到 完美型購物的這個取貨地點啦 這次的快閃48小時行程要結束啦 但不管行程再怎麼緊說 伴手禮藥妝還是要買的吧 不用怕 我出發前就已經買好啦 只要在完美型購物網站上 事先買好想要的產品 並且選定想要取貨的機場以及時段 就可以想要超級方便的免稅品消費喔 像我這次就是選擇在羽田機場取貨 只要在指定地點的置物櫃讀取QR Code 在掃描護照就可以完成取貨超方便 熱門伴手禮 藥妝 電器都有 像我不用排隊搶購 我就買到了NY Perfect Cheese 自用的方科30歲 男性動口維他命 還有老婆指定的肌膚之藥 超熱門 妝前凝霜 都是官方定價在賣的 不用擔心啦 專屬優惠碼的訊息請按暫停觀看 我們請就幫我拍照 好朋友 然後我們請到家裡